谢天孝 谢天孝是中国摇鬼乐新教父 2011年殷熙帝被警方逮捕行政拘留5天 被关了5天出来后和家人一起去了意大利 2017年复出 2023年开始全国演唱会敛财并且一票难求 宋冬野 宋冬野是音乐创作人 一首董小姐霸占音乐榜单 宋冬野的名字因此被大众熟知 在这之后 斑马斑马 安和乔北 莉莉安每一首都成为了播放其中单曲循环的经典 因2016年西地被抓拘留5天 出狱不到半年 宋冬野就开始发新歌 跑商演 开演唱会 完全无视三年进演期的规定 还时不时的为自己喊冤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我吸过地 但错的是犯地者 错的是举报者 我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啊 他肯定是个坏事 但是可能大家想的有点严重 没有那么严重嘛 我觉得 李戴默 李戴默曾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一季比赛爆红 因此商演不断 2014年与他人一起吸地被抓并判刑三个月 罚金人民币2000元 出狱后做直播尝试付出并呼吁网友 快给我刷礼物 隐相杰 隐相杰是著名歌手主持人和演员 1993年在北京电视台元宵晚会上 与于文华演唱欠赋的爱而出名 之后二人唱出了大量对唱情歌 2014年和2015年两次吸地被抓 均判刑七个月 罚金2000元 在供述中表示有十多年吸地史 韩啸 韩啸最早已歌手出道成名座飞天 2009年因吸地被抓 从那以后便销声匿迹 后来改名为韩普俊 并参演过包括狂飙楚汉征雄烈狼者等多部电视剧 陈宇凡 宇凡能坚持多久 那要看宇凡能坚持多久 陈宇凡是军区大院里长大的红二代 父亲曾经在潜艇部队当过兵 孙毅被称为金卷太子业 凭借跟胡海权搭档的成名座最美走红 陈宇凡也在金圈混得风生水起 2018年因吸地被抓 在社区借第三年 眼睛中平应该是每一个在社会上的人应该是做的 马文君 马文君1986年参加北京农村歌手大奖赛 获得优秀歌手奖 开始走上职业音乐人道路 1996年以一首《懂你》拿下了中央电视台 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通俗唱法专业组第一名 从而成名 2009年歌手满文君和妻子李莉西蒂被抓 在法庭上 经过满文君和其他人的证词 西蒂都是妻子李莉一手策划安排的 李莉哭诉道 满文君说的不是事实 最终满文君还是亲自将自己的妻子送进监狱 满文君居留14天 李莉服刑一年 满文君居留14天释放后表示 我对妻子的爱是不会变的 李莉初遇七年后满文君与李莉离婚 沉寂多年后 2020年付出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 希望这个社会也好 因为我们这些略迹运行为一个 一个重新回到大家身边的一个小会 我真的希望有机会可以 重新站在舞台上面给大家唱歌 马杰 马杰 你去过去 把那个浪子回头经过换再打路 OK 告诉了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 这世界上没有这幅对联 这个对联只有上联 叫一师足成千古恨 下联是不存在的 浪子回头经过换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浪子回头了 也没人给你经过换 换不回来 所以最好我们不要失足 毛宁 毛宁曾经是中国乐坛的传奇 他与杨玉玲的组合堪称金童玉玉 其中一手掏声依旧 更是成为了毛宁的代表作之一 并十四次登上春晚 2009年毛宁的同期好友满文君因西蒂被抓 毛宁还信实淡淡表示 公众人物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为社会营造良好的风气 没想到这么快本人就被打脸 2005年毛宁在北京朝阳区西蒂被警方抓获 并拘留15天 处罚2000元 西蒂事件宣告了毛宁演义生涯的彻底结束 毛宁时代成为了过去时 孙兴 孙兴是电视剧家有先妻里帅气搞笑的沈公子 是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中的太白金星 是1994年台势白蚁天屠龙记中的阳霄 是电视剧风云雄霸天下中的无名 2001年 孙兴在北京西蒂被捕并居留14天 在供述中爆料有5年西蒂史 高虎 高虎因天龙八部的虚竹一角开始走红 正当高虎事业上升之际 2014年西蒂被捕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出役后并没有被封杀 连续出演了暴雨梨花 消失的子弹 大上海 澳门风雨等多部影视作品 莫绍聪 莫绍聪曾与刘德华齐名 1980年进入邵氏集团 1983年第一部电影《武林圣火令》 就会最佳新人奖提名 起点非常之高 2011年因西蒂被捕 居留14天 出役后接受采访被问为什么吸 莫绍聪说没办法 有些应酬根本躲不掉 有时候人家让烟就直接扔你手上 不抽就是不给面子 就只能抽两口 喝酒人家直接端杯整桌人都看着你 不喝就是不给面子下不来台 邦一白 邦一白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中国导演 制片人 监制 演员 曾导演将爱情进行到底引发好评 2009年因西蒂被抓并居留15天 2021年出演《唐人街踏三》 在2022年2月 张一白指导爱情剧《葡萄藤下的玫瑰》开播 2023年5月 第18届奖优秀导演奖张一白 居然被提名 牛蒙蒙 2004年牛蒙蒙出演由孙力 同大为主演的电视剧《红粉世家》 饰演一个以自我为中心 命运悲惨的女孩灵子 牛蒙蒙在这部剧中 因酷似张曼玉的长相 获得了很高的话题度 2020年6月被举报西地 当时牛蒙蒙义正言辞地出来发声明 声称自己没被抓 直到官方的通报出来 她的伪装才终于被出破 牛蒙蒙5月被查后 因认错态度较好 且由于身体原因 警方对其做出社区借地处理 牛蒙蒙对此报道再次否认 就是公众觉得一个艺人心 可以被理解被原谅 但是她如果骗大家的话 就很难翻身了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笑的 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直播就重要 是由最好的重要 2020年6月24日下午 北京市公安局发布通报 证实了牛蒙蒙系地这一违法行为 再一次被打脸 张默 张默是张国立的儿子 她在大学期间暴打女友 后来更是被举报两次吸地 但是有张国立的保驾护航 张默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处罚 在2014年 张默被举报与他人吸地 被判行了三个月 出役后 她在老爸张国立的支持下 开了一家自己的影视公司 还做起了老板准备拍摄影视作品 如今41岁的张默 没有丝毫的落魄 还过得异常潇洒 远居泰国 住豪宅开百万豪车 更是抽着价值1200元一根的高级雪价 张默如今的所作所为 真是向大家证明了 有个好跌是多么重要 来说这件事 我也没有办法来 无法无法去面对 房祖明 房祖明在2004年 借父亲成龙的帮助下 正式进军演艺圈 并出演多部电影 因2014年 在北京住所吸地 被抓并判有期徒刑六个月 罚金2000元 在供述中表示 已有八年吸地史 柯震东 柯震东是中国台湾省的男演员 和歌手 2011年 柯震东和陈妍希 一同主演了青春爱情片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并迅速走红 2013年至2014年 与杨幂锅彩杰等人 合作主演了小时代四部曲 2014年 柯震东在房祖明居住所 cd被抓并拘留14天 在供述中表示 有两年cd史 七年后 柯震东在网络上 直播连迈房祖明 二人一番叙旧后 便开始装模作样的 对着镜头鞠躬道歉 一起跟大家道歉说 对我们犯罚 好 等一下我就说我们错了 等一下要做好自己 我们错了 太错了 对 对 你先说我再说 好 不好意思 不好的示范 我们会要做更好的示范给大家看 come speed 对 我们会越来越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对 宁财神 宁财神一个跟前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名字 却在文学界 演艺界拥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 他既是编剧又是导演 捧红了姚晨 闫妮 沙翼等人的武林外传 袁永依 郭京飞主演的龙门标局 还有陈鹤 宋志孝主演的喜剧片超级快递 他16岁上大学 19岁便身家百万 28岁迎娶每交妻 却在35岁堕落西地 2014年6月 宁财神因为西地被警方控制 因此被拘留15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